嗨,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用大米做一个小吃 好了,我们就开始做吧 这是我提前一天用凉水泡好的大米 水和大米的比例是2比1 手轻轻的一压,大米就碎了 然后把水和大米都倒进豆浆机里面 用果汁键就可以了 打好后再过滤一下 用勺子稍微搅拌一下 这样会露得更快一点 再加半勺碱面 搅拌一会儿,把碱面搅拌均匀 与盘子里面刷一层油 打好的米糊倒到盘子里面 然后上锅蒸就可以了 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蒸熟后先拿出来晾一会儿 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这样做出来的大米特别抠坦有嚼劲 准备一点蒜末 再准备一点辣椒末 还有葱花 油热后把蒜鲜爆炒一下 再把辣椒和葱花加进去 炒出香味后再加点水 加一勺盐 加点生抽 再加点老抽 还有一点蚝油 水煮开后再加两勺电缝水 把蒸好的米豆腐直接加到锅里面 最后出锅的时候再来一点辣椒油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添加调料就可以了 我先尝一个 这个口感特别劲道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吃 感觉比那个炒年糕软一点 这个我也觉得它可以凉拌 凉拌也特别好吃